一岁半女童离奇怀孕 肚子中的胎儿不仅随时威胁着女童的生命 还让她从出生就忍受着无尽的折磨 身体所带来的痛苦 让孩子的哭声向着整个村庄 就连村民们都不忍之事 这名肚皮即将被称破的女童名叫小孟如 高高隆起的肚子几乎占据了她身体的一半 就连走路都需要大人来搀扶 生怕一不小心会摔倒在地 从而引爆孩子的肚子 难以想象 这个一岁大的女童为何会有这么大的肚子 随后她的母亲便将整件事情缓缓道出 早在几个月前 小孟如的肚子就已经有明显的隆起 但父母认为这只是孩子吃多了 所以并没有在意 可随着时间的变化 小孟如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这可把父母吓坏了 难道孩子是吃多了不消化吗 可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小孟如有时候还会呕吐 吃不进饭 种种迹象表明 小孟如是怀孕了 可这种想法 马上就遭到了父母的反对 他们立即带着小孟如 去到当地诊所检查 可医生却表示 无法查出原因 在那个科技不发达的年代 小孟如怀孕的消息 立马就传遍了整个村庄 村民们的流言蜚语 深深刺痛他们一家人 于是父母杂瓜卖铁凑钱 准备去洛河市大医院 进行检查 可当医生看到小孟如的肚子后 自己也被吓了一跳 因为就算是成年人 这么大的肚子 也是不正常的 更何况是眼前 只有一岁的孩子 医生立马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随即就对小孟如 进行了全身检查 父母站在门外焦急的等待 心里一遍一遍的 对孩子祈祷 可最后的检查结果 还是让夫妻二人大吃一惊 医生告诉父母 小孟如是患上了鸡胎瘤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寄生胎 肚子里的胎儿 可能是小孟如的双胞胎妹妹 或者弟弟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河南洛河一岁女童离弃怀孕 胎儿手脚已经成形 可手术现场却吓到了 所有医护人员 当父母得知 女儿小孟如肚中是一颗寄生胎时 他们请求医生赶快做手术 拯救女儿 然而医生的话 却给了他们夫妻二人当头一棒 医生们看了小孟如的身体情况 他们表示 无法保证手术的成功 希望小孟如一家另谋出路 没有办法 母亲只好去往其他医院寻求帮助 可无一例外的是 所有医院的回答都是出其理一致 表示孩子的手术风险太大 他们不愿意接受小孟如 这一刻 小孟如的父母感觉天都要塌了 他们坐在医院的走廊上 每当回想起孩子的笑容和欢声笑语 父母都会感觉心如刀角 难道他们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 孩子就这样离开吗 夫妻二人跑遍了洛河所有的医院 又在医院门口等待一天之后 他们只能失落地将孩子接回家中照顾 父母想了又想决定放手一搏 他们将家里之前的东西全卖了 然后去往河南省人民医院救治 可省里的医生看了之后 心里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医生表示孩子年龄太小 身体可能无法承担手术压力 一旦上了手术台 任何医生都无法保证小孟如的生命 可当医生看到孩子可怜的模样 以及瘦小的身躯时 医德告诉他们不要放弃任何生命 最后医生立马召开讨论大会 详细准备了好几套手术方案 然而就在医生准备让母亲签字手术时 一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岁大的女童离奇怀孕 医生刚切开孩子的腹部时 肚中的胎儿竟自己蹦了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医生们在商讨完手术方案后 准备让孩子的父母签字时 孩子的母亲却突然跑出门外 说什么也不愿意签字 原来眼前的女人并不是小孟如的亲生母亲 并且没有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 这也就意味着小孟如无法做手术 毕竟孩子的手术风险非常大 一旦发生疫白 没有人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 如今小孟如生命危在旦夕 时间耽搁一分钟 孩子的手术风险都会多一点 母亲眼看着救命的手术就要被耽搁 她才缓缓地道出了小孟如离弃的身世 倒在去年冬天 母亲王桂花刚刚买完菜回家 在路过一片草地时 她隐隐约约听到了一丝哭喊声 由于风声太大 王桂花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可当她不经意地一撇 竟然发现草地上真的有一个被包裹住的婴儿 王桂花立马跑上前去查看 北风呼啸 寒风刺骨 一个全身赤裸的孩子 就这样躺在孤零零的草地上 王桂花立马带着孩子回了家 这个孩子的到来 让本就无法生育的夫妻二人来说 简直就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宝贝 但王桂花还是回到村里 问了问孩子丢失的情况 可村里人都表示不清楚 尽此情况 王桂花夫妇二人决定将孩子抚养长大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家里充满了小孟如的欢声笑语 一家人本以为幸福会一直持续下去 可没过几个月 小孟如的肚子就开始慢慢变大 最终被医生确诊为了鸡胎瘤 就在一家人逐渐走向了崩溃的边缘时 当地政府听说了他们的故事 立马为夫妻二人开放绿色腾套 本来要一个月才能办理的收养手续 母亲只用了一天 做完一切准备之后 医生立马将小孟如推进到手术室里 可当卤到医生切开孩子的腹腔之后 肚中的肿瘤突然蹦了出来 惊呆了在场的所有医护人员 医生们一边心疼小孟如的遭遇 一边小心翼翼地操作手术中的每一步 半个月之后 小孟如的身体正在一天天恢复 看样子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曾经硕大的肚子不见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则是孩子灿烂的笑容 我们祝愿小孟如能够健康地成长 感恩社会与父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